卡連接車速度不慢的 朝著監視器的方向重撞過來 往左側反覆後 絲毫沒有停下 繼續滑行 撞進一間寺院的遮雨棚內 車身卡在遮雨棚的梁柱邊 動彈不得 拖調人員趕到現場後 將連接車拖拉出來 進行搶救 遮雨棚上面斗大的 阿彌陀佛四個大字 附近住戶說 駕駛幸好傷勢不太重 真是有保佑 根據警方指出 四十六歲的黃心駕駛 在今天上午七點 駕駛連接車去收垃圾 翻車途中 在台中市太平區發生車禍 煞車失靈車速過快 駕駛為了緩衝車輛 左轉往一邊的佛教金色 嘗試停車 但仍然擦撞到金色鐵門 與遮雨棚 遮雨棚下的梁柱被撞到凹陷 顯然撞擊力道不小 撞傷後 金色鐵門損壞 連接車的車頭凹陷 駕駛座受到重創 駕駛手腳也受了輕傷 鎖幸意識清楚 無生命危險 在援京趕到現場後 將黃性駕駛緊急送醫 檢測後無酒精反應 現場也沒有其他民眾傷亡 三菱新聞事議會 陳炳豪台中採訪報導 今天和酒店業們都突然疑度 零渣 陳炳豪台中採訪 CAD 恐懸 辱